讲不出他的战略是什么 他说陈时中的战略不是很清楚 那你告诉我你的战略是什么 你讲出一套道理 你说他们这个陈时中买疫苗很独断 他什么地方独断了 是因为没有买这个国药跟科兴 所以你觉得他独断吗 我请你讲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防疫这件事情 从国民党从去年打到现在 从前年打到现在 他真的是国民党的一个炸弹 但是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国民党人 这么执迷不悟 就一定要爆这个炸弹 今天有没有人因为这个病毒而死亡 没有 没有嘛 我们其实一直是维持在853个死亡 从什么时候到现在为止 2月25号已经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没有人因为这个新冠肺炎而死 但是重症不多 其实我们从去年9月 到今年的2月25号 大概都是死亡就是0101 就比方说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六个月了 就是我们台湾的疫苗打的是有效的 可以抵抗重症 可以抵抗死亡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跟Omicron要怎么样共存亡 其实就是 其实大家现在也没有因为 今年的数字搞到恐惧 但是看起来就是说 蒋安安这个时候去针对陈时中 他的针对性很强 他就认为陈时中 未来有可能是他台北市长的 候选人的对手 对 他已经引然觉得是如此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但是你要针对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像郑立文一样 用情绪性的 或者是讲一些无关紧要的 这种防疫的批评 我觉得只会适得其反 我要补充的是说 我觉得国民党的确是 把陈时中当作一个 蛮害怕的对手 因为国民党自己的逻辑就不轻 因为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在那边标骂说 你疫情都处理不好 你看八百条人命 你陈时中要负责等等 可是国民党今天自己开一个记者会说 这个不行了 我们应该要松绑了 也就是说要紧也是你 要松也是你 我就不知道 所以你国民党到底要怎样 所以对于蒋花样来说 蒋花样因为一直被自己人唱衰 他要求要怎么松绑 他说因为疫苗覆盖率 已经到了七八成了 所以国境或者是 有一些防疫的管制上面 都应该要持续的松绑 可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今天确诊人数 又被揪出来更多的 那国民党会不会说 陈时中你防疫不利 你看这个失控了等等的 好那其实我另外一方面 我会觉得就是说 陈时中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当然他的防疫政策是滚动式的 所以你只要下载疾管家 你就会知道他每天都会发说 我们有没有新的这些防疫的措施 那可是每天这样子发这些防疫的措施的时候 身为台北市的 要选市长的 然后还有现任的防疫指挥官 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有在遵守这些规则 然后你们被逮到说 你们唱歌的时候 因为三月开始唱歌就不可以 就要戴口罩 那你们自己违反了规定 然后还废话一大堆 只有蒋万安 蒋万安他违反逐桌进酒 没有戴口罩 他是有道歉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OK 他马上就道歉 可是作为台北市的防疫指挥官 不管是柯文哲或者是黄珊珊 你们自己违反规定了 你怎么要求台北市民也要遵守规定呢 你们还废话一堆说 你们这个规定不清楚 中央规定不清楚 中央规定超清楚的 而且你柯文哲一直被逮到 在台中 在高雄 在台北 你都没有戴口罩在唱歌 而且你看台上就是一个群聚 更何况他在台中跟高雄唱歌的时候 是他已经跟那个外宾接触 他在自我监测的期间 你都在自我监测期间 然后你到处啪啪噪 啪啪噪之后还不戴口罩 还唱歌 唱完歌自己违反规定 然后还要拴指挥中心 说这个规定不清不楚的 然后还做梗图消遣陈时中 这像话吗 你自己作为台北市的防疫指挥官 你可以用这种态度吗 所以你带头用这种态度 是不是我们全台北市的人 都可以用这种态度 我们也都不用戴口罩 我们都不要遵守这些规定 因为你台北市都没有这样子规定 所以台北市爆开怎么办 到时候还不是骂陈时中 陈时中你会给他唱歌 叫他抓到 事实上他那时候是不用戴口罩 可是他后来就疯麦了 好你们觉得这样子危险 那我就疯麦 那结果柯文哲跟黄珊珊还接着唱 接着唱还不戴口罩 那带头做出这种错误的示范 你就盗窃 你就乖乖的给我遵守规定 现在有19条不明的传播链 如果台北市爆开的话 到时候他一定会卸责说 陈时中的错了 那我会觉得这没有道理 麻烦国民党跟民众党 逻辑要清楚一点 黄金刚 我觉得 刚才讲完这个发言很low 真的是很low 就是大家本来对他期待是 国民党的新兴 选台北市长的未来的希望 然后结果现在把自己搞到 真的是刚才讲说 郑立文 吴思怀 我觉得这种超过同等级 为什么会这样讲 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这两三年来 台湾的防疫的状况 第一时间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口罩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让整个口罩 可以发到每个人的手上 国民党跳出来讲说 国军是在土力厂商 如果我们当时照国民党 你所有的你的战略 我们当然是不是没有口罩可以用 买疫苗的时候 是谁跳出来每天都讲说 我们要买中国科兴 结果中国科兴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不要讲中国 我们讲香港就好 香港到目前为止 死亡人数五千人 其中有七成 死亡人数是没打疫苗的 这个我们理解 其中有三成 打疫苗的人当中 过世的 这三成中有八成七 就是打中国科兴 结果当时如果这些疫苗进来了 我们打的人 现在不就完全没有防护力了 那我回来讲 就是说 其实陈时中部长 现在整个团队 他们的目标是清楚的 这一次的类普拆 最主要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要让你有可能染疫的人 你在家里 做完这一个快塞之后 你就不要在外面爬爬灶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病毒特性 社区的筛检站 速度跟不上 他传播的速度 所以你如果快塞 九成的命中率 你中了 你觉得你可能染疫了 你就乖乖待在家里 所以这战略是清楚的 我觉得国民党讲完 不要搞那么low